漫不在自己设计丈夫亲手打造的室外桃源是一种什么体验 90后的塔塔每天都能享受这种神仙般的生活 回归田野成为了学医的塔塔和学管理的刘士诚 这对小两口复唱复随的共同选择 如今经过六年务农生活 小两口已经打造出了独居二人特色的文化农场 近日记者就走进两口子在沈阳苏家屯区新开发的一处农场 切身体验了二人的梦想之地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一处半山腰有一个很明显的大棚 与外观的朴实乌华不同 这座大棚的内里却别有洞天 如同世外桃源 随便一处就是一个精美的景观 这里便是由塔塔亲自设计的梦想花园 她为这里起了一个含有谐音梗的名字花生酱 回想六年前刚刚结束实习 并取得医师职业资格的她 毅然决然地走进大山 与丈夫一起打造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农场 塔塔表示 一切都来自于对乡土的喜爱和对起源的追寻 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土地 然后很喜欢植物动物给我的感觉 然后包括其实晚上的夜生活 对我来讲其实会有一点喧嚣 对 我会觉得它有点吵 然后呢 村子里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感觉很好 我一个同学就说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我现在就等养老保险了 我觉得哇去 我不要 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见过 但是我只见的东西不是说 我没有去过哪玩 然后我没有见过什么样的夜生活 不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我还有很多的 起源的东西没有看到过 如果说塔塔是这座农场的设计者 那么刘世成则是这座农场的实际建造者 这里的一花一草 一砖一瓦均是出自他手 这个从黑龙江琪琪哈尔 来到沈阳打拼的大男孩告诉记者 他与妻子一样喜欢这种 忙碌而简单的田园生活 但最重要的是 来这里生活会让妻子开心 而老婆能够开心 她就会感到幸福 我感觉就是我老婆先负责一个大框 然后我在实现之中 我会有我一点的小想法在里面 但往后我的想法 得到她的任何 我就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感觉这张作品是 我们俩一起来去完成它 当时要在后面放一个休息区域 然后就提议做一个小稻草房 然后制造的时候呢 我就是还从房里面算一来 当完成之后呢 我就告诉我老婆 我说这个怎么样 她说非常好 我就特别开心 如今很多亲朋好友 都在羡慕塔塔和刘世成的桃园生活 而这里之所以让人向往 也是由于塔塔和刘世成 在他们的农场里添加了不少 中华传统耕种文化 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耕种理念 无意中 他们更是将自己的农场 打造出了自己未曾蒙面的传统气息 有一天我妈妈就是推开门来的时候 她说 小时候我妈就是我姥姥 我妈家就是这样的 一样一模一样的院子 但是我没有见过那个院子嘛 然后她再来的时候 她说 怎么又回到这个院了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生命是一个轮回 塔塔和刘世成的梦想农场 不仅令人羡慕 更是吸引了许多消费者的喜爱 农场的会员超过300人 通过电商平台 购买花卉蔬菜等农作物的订单 也是络绎不绝 而塔塔和刘世成也没有独善其身 小两口热情地邀请了 不少当地村民来自己的农场打零工 还将自己多年的农场经营经验 介绍给了周边的村民 并帮助他们出谋划策 希望整个村庄能够成为一个乡野天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